腹痛殺新生兒 半世六年 埋屍山野 駭成白骨 變成一乃死 前妻多年後更故步一陣 下扯暴失蹤 見屍骨 才坦承 兒子被悶死 我喜歡他在這邊講這些事情 有跟警察他們說過 如果是受內兒 大概身體手跟腳 一定有骨折的部分 水草有沒有出血 如果有 不是死後所造成的骨折 會不會主持做切片 如果可以發現 會泡有破裂 有自洗 死亡的可能性 因為小孩子會死 不是乳類出血 就是呼吸困難 是小爸爸失手打死 三個月大 親生兒子 還是真意外喪子 靠解剖大體找證據 但離奇被單果屍 裝手提袋內 六年來竟無臭味 難道屍體內臟還沒懶 不關在地圖裡面 塑膠袋裡面 他腐敗的速度都是一半七分之一而已 所以說如果說五年 我算就差不多九個月 這十個月 那不會很久 內臟可能還有存在 舌骨的骨折 還有假裝男骨的骨折 哪有 絕對是他殺 傳出小爸爸因為同氣不敢報警 本想辦事一輩子 直到今年三月 結交新女友 怕新歡被男鷹骸骨嚇跑 才決定埋屍基隆山區 但孩子出生不久後就死了 惡劣母親外祖母 近一領育兒驚天 長達兩年 累計大概十萬女人的今天 我發現相關一領的 不把情是我們的一把最長 有報戶口零補助 孩子卻從沒打過疫苗 失能家庭 社會局 教育局 無法及時介入 導致悲劇是他殺 還是真一奶死的 還得等法醫解剖後 才能釐清 還給來不及長大的孩子 一個膠帶 借助教文財宣 長達報導